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OK仔 國際新聞時間又到了 究竟有什麼國際猛料,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第一宗消息會跟大家繼續跟進韓國方面 越整越瘋狂 說到現在要炸機場 我真的想爆粥,要不要用這個肺 說到現在放炸彈 機場出現了一些神秘的粉末 韓國方面有很多神秘的 另外,現在有傳 福島核廢水就說盡快排海 原因是什麼呢?我看完都拗頭,回頭就一起研究一下 另外,現在有說 經常都說 印度神童語言 然後又說什麼 周圍世界各地的語言 但是,原來有人集合了 不同的語言家 抽絲剝簡 發現到有一個共通點 究竟這個共通點會不會 大家一起屈指一算 算到這件事情 真的會發生的呢? 我們稍後跟大家一起分析一下 亦都會跟大家說一下 不同的 世界新聞 都幾誇張 請大家給個like 支持一下 首先,第一宗消息 亦都會繼續跟大家跟進 韓國方面 我剛才 一開始我都說了 想爆粗 你有沒有這麼瘋啊? 現在 簡直是那種失控 你殺人已經 離譜了 說到要炸機場 真是狼胎 有多少遊客在那裏出入入 你什麼事要炸機場 我自己這樣說 這些行為已經是不能要的 但是你也有個原因才沒有 我喜歡炸機場 你看外國 有些所謂的恐怖分子 就算恐怖分子 去襲擊一些地方 背後你都可以推算到它的原因 究竟發生什麼事 我們經常都說沉筋 你想 制止這個問題 你首先要知道什麼事 背後都有一個筋 現在這種韓國 這種叫做 殺人預告 好像真的當 玩 那樣 所以 最恐怖這件事 是沒有辦法知道他們背後的動機 你只能夠推算 跟著下來的那些 就好像之前那些 那些人 抄襲 大家都在這裡抄 好 跟著現在 在韓國警方 日前 說到 有人先後在網上發文 恐嚇將會在濟州 大幽 金海機場 發動 炸彈襲擊 警方於是立即高調搜查 都沒有發現到爆炸品 在這個機場部署警力 加強保安 找不到啦 當然又慶幸啦 沒有啦 但是根據韓聯社 他們引述警方 說到原來在前日 晚已經開始人 爆 爆這些資料出來 就說已經 在濟州國際機場 放了一枚炸彈 將會在昨天人爆 更加會用刀攻擊 逃出 機場的人 其實 你去到這個位置 你都可以看得到 他想到那些事 你估計得到 其實都是流流的 但是 如果你身為警方 你又不可以 輕視這些言論 你用炸彈爆完 然後人們走出來 拿刀去刺人 不是吧 逐個刺嗎 刺到你手軟 你想想 我們看電影 爆完後 通常有人拿著 AK 那樣 其實 背後 亦都可以看得到 某程度上 可能這一群人 都是真的 抄襲之前 殺人預告 類近那種模式 就是拿刀出來 殺人 那種 這種是變成風氣 我經常都說 你是一種 病毒 在散播 每個人有樣學樣 有什麼事出來 就說要殺人 這些事件很恐怖 這些事件是 那麼警方 他們的當地警方 立刻做事了 找了兩個小時之後 都沒有發現爆炸物 那麼他們就說 現在追查 發文者的身份 承諾 就一定會嚴懲 那麼大優 金海國際機場 兩個機場 都 兩天都收到這些威脅 但是 經過我們搜查之後 正是 在這個國際航線的 大樓裏面 發現了一包 白色的粉末 但是經過他們調查 就發現沒有危險 就消毀了 繼續 要調查一下 大量這些殺人預告 看來 你說拘捕了60個 都是不夠的 我猜應該會繼續 韓國方面 去拘捕 其實 你說 近來韓國 都很混亂 那麼 不知道他們 貼了什麼線 也有新聞 關於 一位南韓的男子 出街 喝完酒 太晚回家 回家後 被媽媽說 竟然 發生 親身執 最後 和大家說一下 這位男子 用一把刀 插死 他媽 全部都掃諸於暴力 這位 男士 19歲 跟他媽媽 住在首爾的永登蒲區 一間公寓 在凌晨時候 喝大兩杯之後 回家 他媽媽 省得一臉 結果 沒有指 兩人 發生口局 到了凌晨 2點8個節 這位 身為兒子 那個兒子 盛路之下 拿起空氣 把50多歲的 母親殺死 姐姐看到 立即報警 救護車到場 把母親送到醫院 搶救 最後 依然救不回 最後依然救不回 警方在凌晨 大概15分鐘後 趕到現場 把這個男子 逮捕 說由於對方依然 醉得 啪啪啪 等這個 男士 聚醒之後 就會進一步調查 犯案動機 有什麼犯案動機 有人說 喝大了兩杯嘛 這些是潛意識來的 釋放了你自己出來 其實有專家研究過 說過這件事 有些人喝大了之後 做出一些不同的行為 這件事才是你的真實一面 因為平時我們 可能給我們的理性 給我們的情感 給我們的 所謂的正 一面 去壓住了 我們本身的底蘊類 所有東西 所以為什麼 一些人會商念人呢 一定會有兩個性格 雙重性格 其實很多人都有 不同的性格 又有陰暗面 酒精 麻醉了我們的神經 影響到我們的神經判斷 很多東西 突然間暫停了 所以 搞到這些事 所以 舊時 我也很喜歡喝多兩杯 現在就不好了 喝少兩杯 即是 喝兩杯 聊聊天算了 免得喝到亂了 無謂 好了 除了講完這宗新聞之後 亦都給大家看看 福島 核廢水的問題 現在 有傳 最快會8月底 射下海 但是 為什麼要8月底 射下海 那個原因 我覺得 他說避免影響9月的暴雨期 8月底射下海 你和9月暴雨期 我相信你都不會差很多人 你 即是 射下海 是會影響到暴雨期 還是怎樣 這個是一個問號來的 解釋不了 為什麼 我們看看報道是這麼說的 日本傳媒引述政府消息透露 為 避免 核廢水排海 影響到福島縣9月開始的暴雨期 當局 計劃最快 在本月底起 經過處理的福島核廢水 就射下海 報道指出 手信昂田文雄 下個星期 將會訪問美國 會晤美國總統拜登 和南韓總統 尹錫瓦 向他們解釋 這個排海的安全性 這樣說 之後 就會回到日本 和相關的內閣官員開會 接著就拼取邊日 射下海 岸田文雄 原定 在18日 在美國總統 度假地 大衛營 和拜登和尹錫瓦 進行美日行三方的峰會 20日 回到日本後 將會召開 由經濟產業大臣 西村 康念 等相關內閣官員出席的會議 預計到時候 就會有一個最終決定 那麼多名 日本的相關人士就說 岸田 趁月三方峰會舉行 拜岸會 岸運會 真是複雜 就著這個日本核廢水排海 再度 基於科學根據 親自 講一下 日本方面 如何確保排海的安全性 但是 根據 不具名的 消息人士 報道 福島 底湯網 暴雲 將會在9月開始 日本政府就想著 說在這個 暴雲季開始之前 就開始核廢水排放 好了 我去到這裡 我真的是一個問號 為什麼 你 射 水落海 和 他們暴雲 那個影響有什麼關係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日本說 我現在射水落海 你們不准暴雲 這樣 會不會是不是每一次射水落海都要暫停暴雲呢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會暫停暴雲 可能要封鎖 還是怎樣呢 第二個問題 如果有人說 沒有影響 核廢水沒有影響 又說說核廢水沒有影響 那麼 叫做 避一避 暴雲呢 這個 會不會是他們的隱憂呢 可能怕 真的射下去的時候 影響到漁獲 還是怎樣呢 所以我覺得這裏是一個問號來的 這裏是 你有你射落海 有繼續的人暴雲都可以的 可以的 等同的 那些人在那裏 旁邊那個人在那裏游水 什麼分別呢 不是啊 我覺得 情況有點是這樣的 當然啦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有沒有解釋 為什麼會影響到這個 九月的暴雲期 所以 我覺得 你去到這個位置上面 都是有一個問號 裡面的 那儘管呢 就看看他們 賣什麼葫蘆 賣什麼藥 那 因為始終他們自己 日本方面都說過 是不會影響的 那就是沒事的 安全的 OK 那希望啦 真的沒事啦 因為 始終 你要射落海 我都沒辦法 那麼 亡理當然是 相安無事 所有東西都是順順利利 對人類沒有影響了 只能夠這樣說 好 那 跟著 亦都和大家看看 中國取消了對 澳洲大墨徵稅之後 現在澳洲 打蛇 吹 希望北京 取消了所有貿易限制 你都可以了 澳洲 懂得看風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之前 在我自己的角度來看 今次 中國 取消 大墨徵收關稅 其實 跟整個大環境 甚至乎現在內環境 即是中國內部 自己的環境 都有一些 影響 有些關係 外環境 就是說 你看到烏和戰爭 全球 亞洲有很多 糧食出口國 都說 為了要保住自己的產業 紛紛 暫停很多糧食出口 甚至乎減產 尤其是俄羅斯 烏克蘭 本身有很多東西 打算運過去 然後俄羅斯 炸烏克蘭 運給中國的糧食 五萬多噸 印度 印尼 柬埔寨 又說大米 不輸出 加上 內地現在受到降雨 地震 這些問題 我都說 農作物失收 你預計到到秋天的糧食收成一定會大幅減少 如果 他在這個情況下 你還對澳洲徵收這些稅的時候 其實就是找自己笨 所以 中方都立即 說 賭取取 取消了 盡快進入多點 這件事我都表示理解 但是澳洲可能就 看通看透了 或者甚至 你不夠貨 那你很多東西都要跟他們買的嘛 不如全部都取消它 這樣 其實澳洲有些什麼運進來 葡萄酒 然後 因為澳洲希望 就說 希望下一步中國能夠降低 澳洲葡萄酒實施的進口關稅 浪費了 葡萄酒 這個時候沒有空和你喝酒 唉 糧食要緊 大哥 你沒有飯開還要喝酒 你不如找其他 普通人 真的要必須品 才可以的 只是說奢侈品 好 接下來 也會跟大家看看 另一則新聞 現在 剛才說 有預言 又天災 又地震 又各樣 我們經常都說不同的預言 有人現在就抽絲剝繭 發現到 原來 很多 預言家 所謂好準的預言家 說今年 預言 他們發現了一件事 共通點 共通點 原來 大家的矛頭都直至今個月 今個月是不是真的會有大事發生呢?我一齊和大家看一下 說到說 又 遙遠的 西方也好 跟我們很近的 在這個東方也好 就說有不同的預言 都 紛紛指向 八月 是充滿危機 或者機遇的月份 有人就用印度神童 美國靈媒 甚至乎 古代的李淳峰 推背圖 他們的預言都指向了 今年八月 我們一齊和大家看一下 講到 二三年八月 印度神童 他就警示世人 日本 地震 和全球的極端天氣 另外 美國靈媒 他就講到說日本將會遇到一場 前所未有的災難 以這一場災難 引發全球範圍之內的恐慌和混亂 而同樣 李淳峰的推背圖 亦都對於 今年八月這個月 今年八月這個月 做出預言 就是 說到 預計 會有出現 末日降臨 火山爆發 海嘯來襲 狂風遮雨 即是說到地球 危機降臨 不敢說 好了 那究竟 這場災難是甚麼呢 剛才我們講到美國靈媒 他說日本將會遇到一場空前絕後的地震 這一場地震震的威力之大 可能會引發全球範圍裡面的海嘯 和地質災害等等 這件事 會帶給全球的經濟 巨大衝擊 引發 社會的不穩定 同時 印度神童 他的預言 亦有互相呼應的效果 他們提醒 大家關注日本的地震 亦都同時警示大家 應對好 全球的極端天氣 氣候變化 由於極端天氣 影響到我們非常嚴重 所以 會威脅到我們生命安全 而說到推背圖 他預言是直接描述 末日的降臨 火山爆發 海嘯狂風暴雨 危機即將降臨地球 所以 說到會不會是關於日本呢 而8月是否將會 末日降臨 那麼嚴重的情況呢 現在8月頭 我經常說 內地新聞的時候 都說到 又紅天 又 很多燕子 又地震 又水災 全球熱死人 很恐怖 是不是一步一步 已經在進逼 可能真的要拭目以待 好 跟著說完這些事之後 亦都和大家看看 韓國 同軍大露營 現在越搞越麻煩 多國代表 執事 離場 政府被揭三宗罪 幾萬人叫苦連天 原來香港同軍方面 有人說原來是 熱親 但是同軍總會方面 還能頂得住 有 台灣的同軍 在韓國大露營 搞得好像魷魚游氣 那些 小朋友就說 很想回家 為什麼 好像魷魚游氣呢 我們一起和大家看看吧 每四年舉辦一次的 這個世界同軍大會 就在韓國的全羅北道 新萬金營地 揭幕 台灣 一共有1613名同軍參與 但是說到活動 節年遭遇極端的高溫 營地被水淹 蚊蟲成堆 這些嚴重問題 加上營地 食物也不完善 更加有 同軍的同學 中途確診 有網民就說 如像魷魚游氣 隨時刮路襯 玩玩又少一點 玩又少少 electronics 真的拿命 引起廣運的爭議 有民眾就說 這個活動簡直是國恥 現在 惹到 露營場地 水深火熱 怎麼水深火熱 就說不單止 遇到 38度極端高溫 導致多名同學 學生中暑 場地被水淹 淹完後 那塊土地就爛泥泥泥 水退後蚊蟲咬到腳都腫了 更加有過千名人士 被這些叫忍刺蟲咬傷 背脊全起紅疹 腳咬得好像紅頭雪條一樣 真可憐 更加有現場參與的同學爆料 由於他們活動場地的飲用水是自來水 可以嗎?水有水 還是生水? 喝完會不會生東西? 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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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 食物就好像學校的營養午餐 硬頂得頂 但是很多同學都頂不頂了 上回家 由於營區的設備和醫療人員準備不足 有些遮蔭的地方也不夠 洗澡的地方也很簡陋 廁所也不乾淨 有很多這些問題被參加者批評 另外 亦都說到這些問題搞到韓國政府非常嚴重 更加被人批評 本來是一個大露營的體驗 現在變成了求生增人數 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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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政府當初有人說這個場地不適合用的 這個場地是完全不適合你露營 但是政府是無視這個警告 強行推行這個大露營 你說死不死 韓國政府做了這樣的事情 被人插到上天花板 很多事情都是 其實很危險的 有熱 中暑問題 你剛才說的那些小朋友 那些童軍 咬到腳好像紅豆雪條 其實你知不知道 隨時登革熱 我日前才說新加坡 也可以說一下 一個14歲少年 探親 被蚊咬之後發高燒 肚痛 送丸一個月之後死了 喂 有幾多這樣的情況 尤其是現在說病毒這麼猖狂 我們經過疫情之後 人的抵抗力可能真的弱了 又遇到這樣的極端天氣 很多事情都變了種 不是野小的 所以他們很忽視 你體驗可以的 但是你是不是應該可以注意安全 或者怎樣可以做好一些設施呢 現在不是我們 真的走人在野 你去找一個很大的場地 讓人體驗露營 不用搞到真實騷 這件事件是在意大利的 說到一位意大利少年 就隨著他媽媽回到巴西探親 就被巴西的蚊咬到之後 就不舒服 送入醫院檢查 就出現了內出血的情況 更加說情況嚴重 經過搶救多天之後就不治了 真是 唉 恐怖 當地政府就建議 遊客去這些熱帶雨林的國家之前 要打針 甚至服用抗藥疾 這些藥物 那 就 有皮膚科醫生的解釋 原來 人 我們可能習慣在香港的蚊 跟外國的蚊不同 有機會不適應 出現了一些不良的反應 所以 可能 真的 不是開玩笑 原來這裡的蚊咬下去會有不同嗎 是啊 因為我們的品種不同 大隻一點 小隻一點 毒一點 所以 剛才我說的那件事 挺恐怖的 你搞到那些同軍們 隨時 一會兒有什麼事情上來 都不知道他們那時候 又如何負責 難辭其咎啊 好了 那接下來 也跟大家看看 說到 巴基斯坦出現了火車出軌事件 造成超過30人死 90人傷 那就懷疑基建故障 或者蓄意破壞造成 唉 後者應該是很嚴重 巴基斯坦的順德省 有一部載客列車出軌的 當地電視台 引述當地消息 官員消息 透露 最少造成30人死亡 90人受傷 他們的鐵路 鐵路 鐵路 部長 就表示 事故 可能做 是由這個基建故障 或者有人弄爛的 這樣 現在他們的總理 就下令徹查的 這樣 唉 真是 人命何駕呢 另外 說說巴西 有一對父子 駕駛飛機 墮機 有人說 是不是基建故障呢 這件事 真是人為了 為什麼呢 原來 影片 曝光 揭發 11歲的兒子 駕駛飛機 老爸呢 就在旁邊 搶走 那你就說 一位 這麼年輕的小朋友 就算他幾懂 駕駛飛機都好 遇到一些突發事件 突然之間 控制肝一搶 或者遇到氣流 他不夠力 拉起一部機 沉下去 老爸在那裡搶走 搶到啪啪呼 那樣 真是 唉 最後呢 父子聚機 一起身亡 真可憐 唉 你怎麼找來搞啊 這些事情 真是癡癡 完全 違法 好了 另外 跟大家說說 烏鵝局勢 因為現在 烏克蘭方面 就用了 這個叫做 暴風之影的導彈 就轟炸 這個克里米亞的大橋 那 暴風之影是 什麼來的 那 原來 就由法國 和英國聯合 研發的巡航導彈來的 會不會引起 普京的不滿呢 即是 你們 北約提供的東西 是來炸我的 這樣 到時候 普京就出面了 即是 你們跟我宣戰 你知道 普京有很多 這些說法 那 俄羅斯 和烏克蘭 都說到 連接 克里米亞半島 以及 克爾松的兩條橋 都被人炸 而 俄羅斯方面 就直指 烏克蘭 利用了 這隻 暴風之影導彈 轟炸 而 烏克蘭軍隊 也都承認 當然 烏克蘭方面 都很大支 說話 為什麼 嘿 你給我用 就知道我怎麼用 總之 你給我就可以 這樣 會不會引起 其他北約的成員國 恐懼 不是不滿那麼簡單 是恐懼 那 即管看看 好 今集就講到這裡 下一節再講 其他新聞 拜拜